我們接下來有幾個跟影像格式有關的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幾個我先問一下各位 這四種格式你認識哪一種 應該第一種JPEG應該是各位生活裡面最常用的對不對 手機啦或者大家常常在喘的圖檔就是這個 但是呢JPEG老實說並不是一個最好的影像格式 為什麼因為它是屬於破壞性壓縮 所以如果你老是把圖片裡存在JPEG 再存一次再存一次再存一次 就是再轉存你會發現品質會越來越長 但是打發越來越想 因為他真的有把資訊丟掉 所以以前為什麼會特別喜歡用這個 是因為儲存的媒體容量沒有那麼大 記憶卡啦或者是那個容量不大的時候 當然我就選格式比較小的 所以這個呢如果你有興趣了解它的原理的話 啾啾鞋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沒有覺得有啾啾鞋在台中 他現在他就是都在講一些他是YouTuber 他們家的旺宏 在他都講一些科普的 科普的一些資料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因為現在大家其實看YouTube的機會都蠻高的 另外呢JPEG其實也是大家平常蠻有機會接觸到的 包括什麼FB現在也支援JPEG 那裡面有沒有一些動畫 那些都是都是因為現在會動的 這時候JPEG 因為Flash不行啊 對不對以前也許我們看到很多Flash的動畫 但是現在Flash不行的時候 會動的圖片就是他而已 這時候他而且他也是元老級的 從網頁時代開始第一個會動的就是他 反正他的程也Flash 拜也Flash 因為Flash的興起 GIF沒落了 可是因為Flash的衰敗 大家找不到記代理又回來找他 所以前幾年事實上 FB是不支援GIF的 對不對是後來這幾年才怎麼樣 才開始又支援 那另外呢各位現在已經進入到什麼 HTML5.0的 就是我們現在新的網頁標準 這兩個你要認識一下 這兩個你要認識一下 叫做PNG跟SBG 因為呢 PNG是我們標準的什麼 現在網頁標準的點證圖的格式 就等同像JPEG GIF 那SBG呢 你要說他是Flash的界發展也不會過 因為他現在是標準 就是網頁上向量的標準 所以你常常會看到很多的動畫 現在都是用SBG這種方式去做 這種方式去做動畫 就不再敢用Flash的方式 所以這四種格式你要認識一下 知道為什麼要認識一下嗎 因為做影片要不要用到圖片 不是只有影片才可以放到影片裡面嗎 圖片也要放進去啊 那你要認識 那我們呢除了認識這個以外 很重要的 我們以後主要都會用到這兩個為主 因為PNG跟SBG 他可以保留透明度 保留透明度 這很重要 因為你們可能有聽過一個名詞叫做去背 對外稱作Code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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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意思都一樣 因為你要做以降合成 要做什麼 是要把影片 圖片把它去背之後 再把它放到裡面去做合成 所以這個你要先了解 這樣各位對這些格式 有沒有稍微了解一下 有機會的話 其實你啾啾寫啊 這個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你就知道說 它的原理是怎麼樣的 它的限制是什麼 這樣清楚了齁 那另外呢剛剛呢 還有一個就是1080 後面你們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P跟I有不一樣 你們剛剛沒有特別注意對不對 我就知道 呵呵呵 你看這個 你點進來之後啊 事實上後面有的還會有其他的 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P 哇 欸 有P跟沒有P差在哪裡 差很大 真的不一樣 那有興趣你那去看一下就好 這樣沒問題了齁 就是我把一些你該注意的地方 先跟各位打預防針說明這樣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謝謝大家 請問一下 我可以看 不用了嗎 其實我們 有用的